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关于图纸的一个使用啊 我们打开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图纸呢 它是不是在一个我们的一个定位这里面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先点一下这个图形 然后呢 选一个回源点啊 它就会回到这个槽里面 回到这个槽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屏幕的边缘 它都有一个边 但是我们画的图呢 是以这个玻璃来画的 但中间就会夹了一个塑料的一个框 是吧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纸呢 去给它左右去给它挪一下 怎么挪呢 按一下我们这个键盘 左右键上下键去给它挪动啊 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把红光去给它打开 红光呢 它只是一个辅助 它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辅助啊 如果说你想要看的非常的清晰的话 那我们可以拿一张白纸啊 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打的一个轮廓是在哪里啊 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就可以去给它左右去挪啊 我们是在红光显示的时候呢 是可以去挪动的啊 然后如果说我们挪的OK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标课啊 就是就进一个标课就可以直接打了啊 嗯就非常的快 就关于图纸的一个使用啊 包括我们的苹果的后盖也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你一次调OK了 那么你就点一个保存 下次的话就不需要下去调了啊 你就直接把苹果上一丢啊 只要这个图不动啊 你直接保存完了过后 那就OK了 就不用管它了啊 你包括我们苹果的后盖啊 包括苹果的后盖 苹果的后盖呢 它是也是有一个这个边框的啊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把图纸稍微挪动一下啊 然后再去打啊 你可以先用一个很小的功率去打啊 看它是不是打在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区域 是的话 那就点这个保存 那你下次就可以直接打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焦距啊 这个焦距呢 我们是可以根据一个屏幕的一个高度来啊 屏幕的一个高度来 我们看这个焦距呢 可以去上下去浮动啊 上下去浮动 哎 比如说我这个焦距是40弹是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哎 拿个框去比一下 大概啊 我要往上去加多少啊 为什么要去调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这个不同的高度啊 同样的图纸不同的高度 它打出来的距离不一样啊 当然你也可以把图纸打开 哎 我上下去摇 看一下啊 就是大概我们打的尺寸是一样的 那就可以了 屏幕的话基本上它的高度 比如说苹果屏幕 它的高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 你打后盖的话啊 可能会往上稍微摇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如果说你发现哎 就图纸尺寸 跟这个实物尺寸呢 它有点差异啊 那我们就可以去上下摇 你往下摇呢 它尺寸就变小 往上摇呢 它就尺寸就会变大啊 就这个区别 这个使用的话也很简单啊 我们正常用的话也就是调一下这个脉冲啊 其他的基本上不用调 这个速度呢 你自己看啊 这角度呢 0度45度90度啊 都可以啊 然后填充的一些的话 我们一般就选它啊 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 我们点红光的时候呢 是可以去左右去挪动的啊